Hello 大家好 这次我们搬到新家的第五天 然后在这五天当中我们还是在整理我们车库里的东西 然后Rebecca也布置了些我们的房间 还在整理当中吧 本来是我们准备正常给大家分享我们布置房子的视频 然后 这上天国内家里边 出了出现了点事情 奶奶住院了 还是挺突然的 他住院好几天了 昨天我才知道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奶奶和姑姑一直在准备着去北京面签的一个 事情 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应该是两个月之前约的约的是7月5号 原本我姐姐都已经请好假了 然后7月1号带她去北京 然后面签 然后晚几天 结果昨天我的姐姐给我打电话说 妈妈住院了 原因是因为 血小板太低了 他之前有血小板低 有段时间 然后 可能 没太注意 然后吃药 医生上的按时吃药 但是他药没了 就断了 前几天头晕 然后身上有很多的斑 就是那种 紫斑嘛 然后他感觉不舒服 腿发软 然后去医院去看看 结果医院说 结果血小板低的很低很低 是有危险的 然后住了几天院 昨天我给我妈妈视频 然后他的血小板现在才30 医生说正常情况下 需要达到100 才能出院 当时我姐姐说妈妈住院了 我还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 已经在计划7月1号一起去北京 妈妈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 期待想今年 能够出个时间 能够 来看看孩子 其实在我们买房子之前 他就已经 开始着手去预约了 资料最近这段时间 妈妈也一直跑着去申请各种资料 其实妈妈倒挺容易的 我觉得姐姐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姐姐现在是未婚 虽然她工作稳定 人在海外 真的听到这个自己的 家人生病 感觉又不一样 因为你在国内的时候 哪怕我们在珠海 在中山 其实立驻马店 高铁的话 五六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在海外的话 距离也那么远 也不是说今天买个机票 明天就去 这有很多的因素在 所以这种感觉 听到家人生病 这种感觉 的确又是不一样 听完这个消息 昨天晚上到今天 心情还是挺失落的 具体是什么情况 等一下 这会儿都两点多了 还没吃饭 Rebekah带着 老二去打耳钉去了 他一直要求给他打耳钉 搬家太忙 一直没有 顾得上 两点多了 还没出 还没回来 因为他们10点 暑假 吃饭 早餐比较晚 10点才吃的 或者这会儿准备 做点饭 先吃一下 等Rebekah回来以后 给大家说一下 具体情况 其实 挺感慨的 我们来美国 还不到 已经两年了 我已经失去了两个 算是至亲 一个 我姥姥 来美国的第一年 不在了 前段时间 我大伯也不在了 因为我父亲去世比较早嘛 我大伯其实在我们家算是 对我们 我们还是非常的亲的 小的时候他也很照顾我们 也是前段时间突然就 不在了 人生无常 到我们这个年龄了 平时不收到消息 就是好消息 一收到消息 有可能就是很坏的消息 我这会儿先做饭吧 两点多了 等Rebekah回来给大家 好好聊一下 卤的牛腱的肉 我切了一点 然后我再炒一个豆芽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夏天的时候 吃早餐 我们北方就是喝点米粥 然后炒一个小豆芽 然后就着 然后把豆芽 咸咸的 最后放在米粥里面吃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所以从此以后 绿豆芽 还是我一个非常喜欢吃的东西 豆芽其实不用炒那么熟 炒太透也不好吃 脆脆的是最好吃的 我炒豆芽喜欢放点醋 再放点酱油 再放点盐 好了 出锅了 非常的简单的一道菜 好了 豆芽炒好了 听到薇薇回来了 她选了这个 她选了这个粉色的心 她是一个那个 星星 好看 你看她的脸 害怕的脸 为了美啊 你看一倒啊 你笑她的笑容 孩子们中午吃的鸡肉三明治 我们夏天非常喜欢吃这个鸡肉三明治 妈妈 你能把这些放在两个里面吗 我会 你需要把这些放在两个里面吗 这样更好 我们拿一点 对 就这样 妈妈给它 掰成两半 懂得不得了安德成 啥事都懂 我的老二可以给我吃到一个锅里 是不是 弟弟很可爱 他一直说 妈妈说 Are you ready? BB说yes 然后她说yes 然后BB说 Sutton I'm getting them Not you I'm getting them Base time on 小薇薇 等不及和老老爷说她 打耳钉了 Oh yeah Hey Hi Nani Nani Deleterian Nani How are you? Good I got earrings Today You got earrings What kind? They are pink stars Did you get your ears cleared? She did show off what aить gun She was like- she was like m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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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akota She was like baston let it scream at the top of her lungs and then they did it and då And she was like out And then you saw what you said out She was so aleg liquidity Yay girl baby I'm proud of you What an exciting summer, new house, new ear rings, wow! Are we at our new house? Can you say hey Dobby, Manny? I got a new kid that's as big as that, that's bigger than you Like you As big as you He got a new T-rex that's as big as you, he said Wow, that's bigger like you 老老爷说等不及要来我们家看一下我们的家了 The girls room all decorated, there's stuff on the walls And it's comfortable, it's nice Ebby wants to tell you something They did i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two people on each side to do it at the same time So it just had to do like and not You can't get your ears to eat Uh hu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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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bby got her ears to eat So I know They look beautiful Look that we're doing That is what they're doing 好了 我们吃完饭了 小橙橙在睡午休 然后雅安和新元在他们的屋里玩 本来我们买完房子 其实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姑姑和奶奶要办签证 早合适的时间准备过来 结果正在他们计划 我所有的东西都帮他们准备好了 比如邀请信都准备好了 结果昨天姑姑给我打电话说 妈妈住院了 我一听我就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情况好好的怎么会住院呢 妈妈她也有定期体检 她现在注意了 我们提醒她她注意了 我听完以后我吓一跳 然后后来她说还是之前的血小板低 妈妈之前有头晕过一段时间 然后减大血小板低 然后吃一段时间药 吃完她就不继续吃了 然后就是昨天跟我说了以后 就已经是好几天了 在医院住着好几天了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每周末 联系一下 联系一下 所以这周又搬家了比较忙 反正现在在医院住着 然后会逛两天再检查检查血小板吧 昨天是上一次检查结果是30 现在还有还有五六天时间吗 不知道会不会达到100以上 如果不到100以上 他们辛辛苦苦苦等到这两个月的预约的预约的这个面签 也不行了 只能是等到可能再预约就10月份以后了 北京是10月份以后了 本来她的身体也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对本来身体很好 没什么问题 很厉害 很能干 两个星期以前吧 我大伯 其实我们和我们大伯还挺亲的 上一次我刚2014年刚领证 都快10年了 9年了 我带着Rebecca去他们家去看望她一下 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给她打电话 怎么打都打不通 没打通 发信息 她也不回 可能是我用的是就是网络电话 她可能觉得是 对陌生电话她就没接 没想到就前两个星期她也不在了 所以这个事情很突然 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年龄 尤其是远离家乡的人 平时不听到家人的信息 是好消息 一听到信息 有可能就是这种消息 昨天听到妈妈有事 我晚上很晚才睡 睡不着 因为离得太远了 你要是如果说在珠海 在中山买个车票就回去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很 就是一下子 你帮你及时回去 对 因为这边还一摊子事 有大人小孩都在 没办法及时回去 所以就会更加的会心里会难过也好 之类的 我觉得Rebekah能明白 因为在中国的时候 也在美国的家人也有这种事情 对吧 我们看情况吧 我们当然希望妈妈在7月5号之前 比方7月3号再检查一下 如果到100左右能顺利的办好签证 他在家在休养一段时间 对吧 在休养一段时间 如果一直吃药稳定的话 血小板浓度稳定的话 他还可以和姐姐来 反正一时半会儿他是来不了 我感觉 对吧 他即使拿到签证 他也不可能 不可能 刚出现这个事情 也不可能 对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他说是 解替组织病 我查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个血小板 不懂了 对于医疗不懂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这个不是 不太像 单方面的 就是不是说血小板低 就是血小板低了 对对对 血液的这个病 血小板低是有原因 对 早处的 对 可能会有一些原因 实在不行 也要去大医院 再去看一下 对 看到到底这个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 你要是光 肯定要看好 对 你要是光说血小板低 要去 只是 吃一点药 补这个 补血的话 治标补治本 我们也继续再 看一下吧 反正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我们三十多岁了 其实也算是人到中年了 出一个上游老下 小的年龄 所以慢慢的 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孩子了 已经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了 上面在关心 在担心着自己的远方的父母 下面在 关心着自己孩子的成长 反正我们 给大家会进一步的更新 接下来的信息吧 看看 也希望妈妈在7月3号左右 她的血小板能升到 100以上可以办签证 毕竟约一次也不容易 因为现在刚开放 预约的人特别多 另外就是 如果真的是 妈妈一时八号来不了 因为身体的原因 或者说签证往后延的原因 我们就计划看看 能不能在 今年的 就是圣诞节 有两三周的假期 我们看看 能不能计划回去一趟 然后因为我们也两年多 没回去了 只能是 关注眼前的事情 后面的事情都是 现在还未知 然后妈妈如果真的稳定了 她又拿到 按时拿到签证的话 她和姑姑来 也说不定 对吧 对 反正这就是生活吧 This is life 没办法 只能是 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可能是对远方亲人 最大的一个心理的安慰吧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下期见 拜拜